随着网络世代到来 媒体众多之下 对于社区民众媒体禁用权 具体实践的公用频道该如何经营 由新北市公用频道活化运用委员会 和辖区内13家有线电视业者合作 透过世新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举办影音记录产制系列论坛 今年锁定规划社区与新闻专题报道 公用论坛节目的产制等题目 从节目制作面谈起 除了有产观学的代表之外 还有世新大学学生参加 最贴近生活的一个频道 要让大家知道 所以我们透过各种的方式 透过各种活动的举办 比如说我们有走入学校 影音小学堂 透过手机的教学 让小朋友学习 然后走入社区也好 让我们年纪教长的长辈 然后有这样学习之后的话 他自己可以制作 制作短影音的这样的影片的话 也可以透过我们这样的公共频道里面去做传播 这是他一个展演的 因为我是身为一个世新大学 这样一个传播大学的一个学生 那虽然说我不是传播学院的学生 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毕竟我们世新的教学理念 就是说以传播贯穿各学们 包括说我们像行广 还有很多商业学院的一种方式 想要去传达我们理念 都必须靠传播 以及这个公众频道来去做一个宣导 新北市新闻局副局长谢力兰表示 全数位时代来临 传播方式多元 但节目制作本质不变 透过业者和学界相互研讨 希望能带来更多收获 世新大学副校长陈清禾强调 拍摄的门槛相较过去降低许多 论坛的目的之一 要引领民众再多了解 公用频道的精神 媒体禁用权 我们的公用频道 是属于所有的收视副 共有的可以去禁用 使用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媒介 所以对我们的有限电视业者来讲 除了提供这样一个平台之外 也希望能够在这个平台 能够提供很重要的地方 在地的特色内容跟资讯 然后包括这些内容 不管是来自我们有限电视业者制作的 还是针对民众社区团体 大家所制作的 最重要是让大家成为生活 最重要的一部分 然后也成为我们在自己的 跟邻居跟所有的亲旁好友 最重要一个来往的一个桥梁 做那个有限电视的社区服务 有很多事情是还是对 跟我们一般的社区民众 还是会有距离 那怎么让它的距离 说到最小 影音的产制 其实是最重要的一块 所以我几年来 我们已经事实上 这个已经办了十年了 十年下来之后 我们最近前三年 才成立的这一个 公用频道国外委员会 新北市新闻局 新北市政府 其实非常非常重视 我们这一个公用频道 国外委员会 怎么去服务大家 我们今天的论坛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呈现方式 所以里面有太多太多的元素 公用频道 重要的是诚意 重要的是分享 重要的是落实 每一个人的媒体金融权 强连研究公用频道的 陈炳宏教授 分享世新学生的 纪录片作品 强调公用频道 要的不是拍摄技巧 多好的影片 而是在这些片子当中 能否看见创作者 关怀地方的初心 而这些事 必须透过社区互动 和业者经营 即使面对数位化时代 仍可从拍摄规划 及行销策略当中连结 发挥公用频道的媒体精神 记者综合采访报道 是比较自由一点